美国新总统拜登上任之际 中国宣布制裁28名原川普政府官员 不过却迎来外界质疑 这样的制裁到底有什么实质影响 面对这些嘲讽的声音 一向被视为官方喉舌的环球时报立刻跳出来 火速发了一篇文章 盘点中共制裁 将会对这群卸任的美国官员带来哪些影响 香港经济日报引述环球时报 美国政府高官卸任之后 主要以两种方式在中国市场获取利益 第一种方式是演讲跟代言 美国有许多政要下台之后 经常到中国参加商业演讲跟参戏 出场费通常都非常昂贵 环球时报举例 这次被中国列入制裁名单的川普政府首席政策顾问班农 他2017年被解雇之后 曾经受到香港某间公司邀请出席投资者大会演讲 据了解他的出场费用是30万美金 而第二种方式是经商跟单顾问 相比演讲露面直接经营跟中国有往来的贸易跟咨询公司 或者担任大公司的政策或法律顾问 是更多美国前政要选择的方向 环球时报举例 此次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原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 此前曾经担任美国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7年 而这些律师事务所都在中国设有业务 环球时报指出作为世界金融中心 美国在香港有上千家的注册公司 几乎所有大公司都跟香港有业务往来 例如蓬佩亚跟他的妻子之前跟科士集团关系非常密切 而科士集团在中国跟香港有许多投资 至于同样受到制裁的前美国副国秦克拉奇 曾经是史上最年轻的通用汽车副总裁 不过通用汽车在中国有许多商业利益关系 环球时报表示 估计未来很少有美国企业敢雇用这28个人了 中方制裁也等于掐断他们的财路 环球时报甚至警告英国、澳洲、加拿大等国政客 如果持续反夸 这些制裁迟早也会轮到他们 不过根据多家媒体报导 千拜工国安郭文波顿 对于自己被中共列入制裁名单的事情 在推特发文表示 这是一个天大好消息 他认为这是一个荣誉的认证 是他努力不懈捍卫美国自由的证明 而前国务次卿克拉克也表示 会把制裁作为荣誉勋章 他重申美国不应该屈服于中国恶霸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需要成立干净网络民主联盟 他认为这个计划非常成功 同时拜登政府国安发言人霍恩也认为 北京这个举动是政治分化 徒劳无益 他表示中国无疑是美国最大的挑战跟威胁 拜登总统将会跟美国两党合作 共同对抗中国 他还提到近期不断被中共针对的澳洲政府 他表示拜登政府将会持续支持澳洲 英国皇家海军特殊部队基地日前爆出丑闻 有一名裸女竟然藏在一名飞行技术员的宿舍衣橱里面 时间长达两个礼拜之久 苹果日报引述英国太阳报报导 这名飞行员隶属于海军舰队 眼猫直升机特种部队 尽管他在宿舍门口贴上请勿进入 环境维护中的字条来试图掩人耳目 但是因为有关兵报院 该房间不断飘出异味 最后一名高官破门而入才发现这名女子 最了解该名女子目前已经离开英国 尽管她不具有中国国籍 但是英国军方怀疑她跟中国间谍有关 而涉事飞行员所属的部队 去年才随舰队到南海出任务 因此有可能是该名女子 故意接近这名飞行员 试图窃取军事机密 飞行员攻穿该名女子是她的女朋友 而她确实将这名女子偷渡经济地 但是因为疫情缘故 导致女子无法回到顾桑 只好把她藏在房间里面 根据德国之声 先前英国就有媒体报导 中国间谍活动已经踏到庞大规模 有近于来自中国威胁加大 英国情报机构已经打算招募更多会讲中文的人才 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也曾经公开表示 英国面对中国等夺敌对的行为 她直言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家 对英国构成严峻挑战 来自这些国家的间谍跟破坏行为 越来越严重跟复杂 麦卡勒姆表示 北京的间谍活动通常是针对商业 敏感信息跟知识财产前 但是英国情报人员还发现 中方试图干涉政治 她也表示英国国家安全局 也就是俗称的军情五处 未来必须谨慎 而且优先应对中国活动 BBC中文一篇报导指出 英国跟中国的关系 在2020年变得逐渐紧张 英国当局对中国在英国各项领域的影响力 明显提高警觉 2020年9月 还有一位曾经供职在军情六处的英国商人 因为被指向向中国间谍出售情报而遭到调查 报导表示 英国方面计划将更新修改 针对外国间谍代理人在英国活动的法律 届时将对外国间谍代理人面对的刑罚产生重大影响 迈卡仍姆表示 在外国势力里面 虽然现在对英国带来最大威胁的是俄罗斯的情报机构 但是中国的影响更为深远 她表示如果要问哪个国家的情报机构 会在2020年10月给英国带来最多烦恼 答案就是俄罗斯 但是如果问到哪些国家会在未来10年期间塑造我们的世界 给英国带来巨大机遇跟巨大挑战 答案是中国 她以一个绝妙的比喻来形容俄罗斯跟中国 那就是把俄罗斯情报机构设想成带来恶劣天气爆发的一方 而中国则是在改变气候 中国官方证实 朱英大使刘晓明即将离任 结束11年的朱英生活 而这是他驻外时间最长的一次 在告别演讲里面 他回忆5年前中英关系黄金时代 呼吁未来两国可以持续抓住机遇深化合作 东森新闻报导 刘晓明在当地时间20号举行线上告别座谈会 发表题为坚定信心抓住机遇深化合作的主题演讲 刘晓明回忆自己11年以来的祝英生涯 经历过两国总理会晤 经济财经对话等高层交流 共同推动两国合作 他表示目前世界正面临百年变局跟世纪疫情的叠加冲击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跟逆全球化思潮抬头 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增加 要对中英互利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 发广报导 64岁的刘晓明从2010年开始担任驻英大使 是目前中国在任最久的驻外大使 他在任期间 中英两国关系曾经在2015年达到高点 但是之后就开始走下坡 报导指出刘晓明在驻英大使任内 对于英国对华政策以及外交模式 多次发表强烈抨击 包括英国5G设备禁止使用华为技术 否认新疆存在维吾尔族集中营跟人权问题 报导也提到 刘晓明曾经形容英国片面禁止华为 会使得英国失去成为5G领导国的机会 并表示这个举动将使得英国是否可以为其他国家公司 提供一个开放公平跟非歧视的商业环境 成为一个问题 刘晓明即将退休 预计将会由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接任 郑泽光上任之后 必须优先处理香港居民的BNO护照 英国中置中英引渡协议等棘手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之后 中国官方性质的全球化智库发表报告 建议中方开放Google、Twitter、脸书等 美国高科技企业到中国投资经营 以换取美方取消对华为、抖音、阿里巴巴等 中国企业的打压 综合媒体报道 该份报告分析拜登执政特点以及对外关系方向 并且提出12条因应拜登政府的做法 报告认为前总统川普发起的中美科技战 反映出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导致的结构性矛盾 他认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可能有所缓和 但是中美科技竞争加剧依旧不可避免 遏制中国依旧会是美国两党公式 甚至可能得到强化 报告建议中美可以考虑加入CPTPP 同时邀请美国加入RCEP 为中美建立一个解决贸易争端的新平台 报告认为中美可以相互放松企业准务性 以及市场竞争限制 美方取消对华为、Titalk、腾讯、阿里巴巴、小米等 中国企业打压 中国可以放宽Google、Twitter、脸书等 美国高科技企业在中国投资经营 报告还指出在美国建墙阻碍中国企业的时候 中国方面不应该对等建墙而应该拆墙 可以开放试点、部分开放、加强网络监管等方式 逐步有限度地在中国开放美国企业经营 将显出中国是一个开放市场公平竞争的态度 报告也表示中美可以就一带一路展开合作 增进多边开发银行基础设施专案相关合作 例如以亚投行为重点 打造一个以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为主的 一带一路建设专案贷款共同体 不过尽管中国方面不断呼吁中美应该重新建立关系 但是根据先前新投课报道 亚洲事务执行编辑钱德勒在财新杂志撰文表示 拜登这几天所宣布的内阁官员跟高级政策顾问 对中国事务的言论跟川普官员的言论难以区别 甚至非常相似 例如新国务卿布林肯同样批评中国处理疫情不当 重申美国对台湾的知识支持的重要性 并且感叹香港民主正在遭到践踏 钱德勒表示拜登团队对中国也是会以鹰派为主 对中国来说会比川普团队的鹰派更好相处吗 目前还不得而知 美国前总统川普协认之后 依旧必须面对民主党提出的弹劾案 原本众议院最快可以在本月22号将弹劾案提交给参院 不过参院共和党籍领袖麦康纳提出建议 将弹劾案延后至2月中旬 以让川普有更多时间准备辩护 同时共和党也有众议员动议弹劾拜登 执控拜登利用职权让他的儿子杭特 在乌克兰人员公司任职 不过外界预测这个成功弹劾拜登的机会非常渺茫 综合媒体报道 川普弹劾案上个礼拜以232票对197票在众议院通过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表示 众议院正在安排时间跟参议院接触 民主党资深参议员得并预料 应该一到两天之内就会敌案 不过有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纳 正在向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提议 将弹劾案审议延后两个礼拜 以让川普有更多时间与律师团队准备 不过目前还没有收到舒默的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 在参议院当了六年少数党的民主党 如今已经掌握多数 后续弹劾案只要获得三分之二同意便可通过 由于川普已经卸任 通过弹劾案的目的是要确保他无法参与未来的总统选举 前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对此表示 如果拜登政府持续推动弹劾川普的提议跟定罪 美国将会无法获得团结 不过对此拜登的白宫新闻秘书21号表示 拜登会把弹劾川普的事情留给国会决定 到底要采用什么路径 步伐步骤以及机制都有国会决定 在此同时来自乔治亚州的共和党集中议员格林 他在拜登上台之后的第二天就对拜登发起弹劾 他指控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滥用职权 允许他的儿子杭特在乌克兰一家能源公司任职 格林还表示拜登的录音档里面 还承认他跟乌克兰政府做出交换条件 威胁以1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 让乌克兰当局解雇当时正在调查 乌克兰天然气公司贪腐案的最高检察官 也使个杭特得以脱罪 不过众议院由民主党占据多数 加上参议院共和党人去年对这件事调查之后坦承 没有真的发现拜登犯错的具体证据 因此预料格林动议几乎难以获得通过